当然中非所冲突的那个场域 因为在仁爱礁 仁爱礁因为距离我们之前讲过 仁爱礁的旁边是现在 大陆在南沙群岛人工造岛的最大的岛屿 那个岛屿叫美济礁 美济礁的面积已经是 台湾所掌控的太平岛的十倍大 我们那个已经是0.5平方公里 已经号称是南沙第一大岛 但是这个美济礁是10倍以上的规模 也是它主要的在南海地区的军事部署 但是这个仁爱礁就在美济礁的外面 眼睛都看得到的地方 菲律宾如果以为说一艘 马德雷三号站的地方做礁 然后由美国撑腰 它就能够继续的控制仁爱礁 那是不可能 从军事上面 安全上面 地缘政治的现实上面都不可能 所以从解放军从一个 美济礁的安全度的角度来讲 一定会把仁爱礁的清掉 好 那再往前 就是最近在争夺的仙兵礁 不过在美济礁的后面 其实是台湾应该要想的 就是说美济礁的后面 就是我们的太平岛 我们的太平岛 其实是可以看得到 前面所发生的每件事情 可是我们这件事情 好像事不关己 都装没有看到 当然美国的讲话在台湾 台湾的媒体习惯性的 把美国的讲话当圣旨 但是我坦白讲 就是在这种事情当中 我觉得台湾的媒体在运用 运用美国人的胡言乱语的时候 稍微谨慎一点 第一个美国人的习惯性的 如果他要大欺小的时候 他会告诉你就是说 这是从实力地位出发的 今天当然你大概不会听到 大陆跟菲律宾这样讲说 我这样子胖揍你 我从实力地位出发 你根本没有资格跟我较量 第二个你看到美国跟英国的抗议 是地球上面最莫名其妙的事情 仔细想想看 美国跟英国 美国是大西洋跟太平洋国家 英国是大西洋国家 你知道美国跟英国 在地球上面的三大洋 还占有多少的岛屿 英国今天也在这件事情抗议 说中国不可以这样的对菲律宾 那个岛屿离巴拉旺岛比较近 离菲律宾比较近 请问在阿根廷外面的福克兰群岛 离谁比较近 就在福克兰群岛阿根廷的门口 请问你1980年代的时候英国是什么 英国是用航母战斗群的 是去K的阿根廷 到今天为止 许多的殖民时代的既得利益的强权国家 对着全世界的岛屿政治指指点点的时候 我真的是非常的不要脸 就是完全都无视于自己 在三大洋 五大洲 都控制得离他本土 10万8千里远的岛屿 可是对于这个发生在中国南海家门口 这个岛屿的争夺 对中非之间发生的事情是很遗憾的 可是轮得到美国 英国这些国家 来指指点点说 你中国怎么可以对菲律宾这样吗 第三个就是 这场的冲突里面是人类历史上面 二战之后很罕见的第二海军打败了第一海军 海警他连枪都没有带 对 他带了砍刀 砍刀虽然影片上没有看到 但是那个砍刀也不是来砍人的 基本上他就只要搓你的船而已 不让你那些气垫船再往前走 他连枪都没有带 菲律宾是带了A-R-15 A-R-15是一个轻变的冲锋枪 A-R-15其实在许多的突击部队 使用上面是常见的 他派出来的 菲律宾这次派出来的是他的 是他的特种部队的精锐部队 这个精锐部队是美军训练的 在菲律宾的军事边界上面来讲 不超过500个人 他派出来是平常的表演部队 这样的一个部队 竟然在人爱朝前面 被中国大陆海警给挡住了 挡住了之后被修理的这么惨 其实这基本上是灰头土脸的事情 对于菲律宾的政局 对接下去马可思政权的稳定性 其实是会有伤害的 但是当你意图用军事手段 去解决人爱朝的问题的时候 我觉得菲律宾该检讨的这件事情 到目前为止 大陆方面仍然是用第二海军 用行政手段在处理 可是你已经把军队派出来了 你已经把特种部队派出来了 这是特种部队第一次 在所有的中非之间的岛屿阵域当中 竟然让军队出来了 台湾在太平岛上面也是海巡 也不是我们的海军陆战队 从李登辉时代就已经这样做了 菲律宾为什么要让你的特种部队上第一线 无非就想要把美国拖进来而已 最后就是这件事情冲突 最后的结果不管怎么样 美国起码达到了一个目的 就是把原来已经谈得差不多了 第三轮的所有的这些文件 大家的传阅都已经快完成了 南海行为准则 大概因为这个冲突事件就给搞黄了 可是菲律宾如果以为这件事情之后 只要向国际社会哭诉 然后就能够把仁爱礁给稳住 大概没有可能性 仁爱礁之所以采取这种极端的手段 去想要摸黑的时候 想要用它的特种部队去登陆 目的大概只有一个 就是仁爱礁上面的补给 大概已经到了淡静越绝的时候 所以仁爱礁上头的马德雷三号 我个人判断了 很可能快要收场 这个越来会越激烈 这个大概没有淡化的迹象 所以就中国对台湾的施压来讲 我们真的是要做好最坏的打算 那什么叫最坏的打算 就是说像中国跟菲律宾 所发生的这种事情 发生在中国跟台湾之间的时候 我们要怎么处置 要怎么处理 这个我认为 不管是海军空军 都有可能发生 海军你看 我看到那个画面 我觉得这个不可思议 我算是海军军种的义务军官 这个船被夹着这样子走 那是相当危险的事情 你不要以为那个船壳是很坚硬的 那经不起那种扭力 那有可能船体就解体了 那是很危险很危险的事情 但是就发生了 两艘船夹着一艘这样子 有点像夹齿你的意味 那你菲律宾要怎么办 你也不敢开枪 上面有没有枪 也就是说他们根本没有想到说 中国会做出这么样激烈的动作 大家都不愿意开第一枪 但是他就是做这种事情的时候 你怎么办 台湾也一样 今天金门的禁制海域 他们或许还没有准备好 或者说还没有设计好 要怎么样进来 所以还没有进来 不代表他不会进来 进来的时候他可能也不是动枪 也是类似这种事情 那你怎么办 台湾周边的航线 如果也出现同样的问题的时候 你要怎么办 所以这些都是问题 我举个例 美国认为南海是一个国际海域 现在这个主权大家有争议 没有什么专属权的 没有领海的问题 所以它是一个国际海域 所以它的军舰常常在那边进进出出 这个惹中国很大的压力 也有很多的批评 台海 美国也是认为 它是一个所谓国际海域 台湾当然是希望国际能够介入 台海之间的争议 不要单方面由我们来面对 所以这边我们也认可 它是一个国际海域 国际海域中国不认可 如果说他到时候 也采取这种方式的时候 我们要怎么办 所以我觉得 有人说或许国民党 民众党 我不要把民众党忘记 民众党也是很重要的政党 认为说我们跟中国好一点 就不会有这个事 不可能的 不可能的 就是会有这个事 有这个事的时候 你到底要怎么办 不是说你对他好就没这个事 未来因为中国 他不断的要去控制他的 我们可以叫他叫 国际争霸战过程中的 国家生存权 他绝不会放弃 跟美国主导下的太平洋的 西太平洋这边的一个势力 的一个秩序去做对抗 他不会放弃的 所以未来就是会 越来走向这种局面去 我们到底准备好了没有 下定决心 你如果不下定决心的话 到时候我们可能会军心大乱 阵脚大乱 这个反而会造成台湾的恐慌 我们看到金门 大陆的海警频繁在金门 在台湾海峡进行他的行政执法 我们起码应该知道就是说 大陆的海警的编制有多么大 他同时间用海警在南海处理 菲律宾 菲律宾可能没有搞清楚 他的特战队员 他的军队当中的精锐 近乎被俘虏 被海警俘虏这件事情 是一个军队的旗子大乳 他的那个部队就叫做海豹部队 是美国帮他去训练 全菲律宾不超过500个 这样的精锐部队被大陆的海警制服 每个人抱着头蹲在船船手 那形同战俘啊 军人成为战俘了之后 回来回叫哇哇叫 这个不可思议 可是大陆的海警 同个时间在南海 处理菲律宾的事情 触动这么多的海警 可是他仍然轻轻松松的 在台湾海峡直访 前两天通过的台湾海峡的 那个洞94的 这样子一个核战略潜见 我第一时间我看到台湾 许多的舆论的反应的时候 我觉得台湾的舆论 对于有关于大陆的 所谓的大国重器 出现在台湾周围的时候 表现总是过于 直接跟轻挑 那个零九是穿过台湾海峡 其实它根本的原因只有一个 就是大陆的造船厂都在北边 大陆的用船的地方都在南边 大陆的主要军港都在南边 在海南 在这一带 可是它的造船厂 江南造船厂或者渤海造船厂 都是在北边 所以它到税修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航母也好 你看到潜舰也好 它就会往北走 它就是回去税修而已 但是差问题来了 就是过去 它难道不税修 过去都不走台海吗 这就是根本的问题 我告诉你 今天它已经把台海的使用权 当作是它的 1949年两岸分裂分制之后 有60年的时间 整个台湾海峡 从台湾新竹以西到金门 这么宽阔的台湾海峡的使用权 是属于台湾独有的 大陆几乎是不用的 它也不跟你争执 可是这两年的时间 民进党上台之后 到现在为止 最大的改变就是 台湾海峡的使用权 行政管辖权 执法权 大陆都认为是我的 你看的那样子一个洞九四通过 或者2019年当辽宁舰通过 2023年你看到山东舰通过 你都没有感觉吗 你都没有感觉 他为什么这样子走吗 你认为他难道不能绕 我为什么要绕远路 这是我自己家门口的 一条小路而已 为什么不能够走 以后不只是这次 你会看到094 以后你会常常看到 因为台湾海峡的使用权 已经是由北京在决定了 已经是由大陆在决定了 台湾的所有的机船舰 过去不只在中线以东在演训 中线以西的空域 也都是台湾的海空军在使用 台湾的海空军在中线以西 多久没有出现过了 台湾海峡除了名字还叫台湾 其他都跟台湾没有关系了 我不知道民进党什么时候 发现他们过去提的案子都违宪 如果是现在等到 他成为双少数的时候 在一党提的相同的案 他才发现违宪 如果没有提是不是就没有发现 我觉得违宪这种字眼或者概念 也不能被用得太腐烂 当作是政治斗争的借口 我们在思考这件事情的时候 纯粹就是就制度跟制度的运作 上面来讲的合理性 就是目前在台湾的政治制度下面 总统位居高位 而且没有任何的力量 可以平衡跟制衡到他 他几乎可以调动万有的资源 他40%当选了之后 一切的资源都归他支配 没有任何人可以去制衡到他 这合理吗 我们的行政院长是没有复议权 没有复议权的情况之下 今天连国会的基本的调查 听证都没有办法进行 行政跟立法之间 就会处现在一个行政极度强势 立法院了备一格的状况下面 因为司法院完完全全都是行政权掌控 完全都是总统掌控 总统现在掌握四个院 考试院是他的 司法院是他的 行政院是他的 这些都是他的 那监察院也是他的 那你想我们的五院 其实严格讲起来就是总统院 就是总统好像在许愿一样 那全都是他的愿务 那就只剩下立法院 因为立委是选举的 所以还有可能出现了 跟总统跟行政部门不同的声音 今天面对这件事情的时候 简单一点吧 就是没关系 反正你行政权是独大的 你要复一 那就送到立法院里面 立法院里面在野党 执政党要怎么去投票 那就照投票 立法院就否决你 否决你之后 你要再释线 那就释线吧 释线之后 那些的大法官们 大法师们 会怎么去决定 大家想也知道 那你担心啥呢 不过就是程序久一点而已 何必在这个过程当中 固弄玄虚大作文章 王定宇跟叶元之两个人吵架 那叶元之跟王定宇 就是两个相互主作 叫元宇宙 那两个人的对话的核心 在于就是说 王定宇到底有没有造谣 过去民进党对于造谣 对于假新闻 散布假消息 非常的在乎 可是对于自己的同志 每天晚上胡言乱语的时候 你都没有意见吗 我觉得这才是问题的根本 不用动不动就是在立法院 因为立法院里面的在野党 是唯一今天在总统跟五院的 这么庞大的权力机构 跟这么庞大的资源当中 就只剩下立法院的 那个蓝白加起来 六十几席的立法委员 是唯一的平衡力量 跟你是你管不到的 其他的每一样 都是你一个人说了算 这样的力量要针对 他强化他自己的国会监督机制 你有意见就照着程序走 大家也没有要跟你在bargain 但是如果还准备用打破头 代替属人头 那真的就太low了 我们看到有很多的在外头的 管他什么青鸟 什么鸟的 这个其实不是我在乎的重点 那些是怎么动员来的呢 我觉得大家也都按下不表 可是这些的团体们 就像刚刚提到的 就是说这个叫什么 金联合 这些的团体本身的政治立场 非常的鲜明 独派的政治立场非常的鲜明 可是我很好奇 你们难道不会注意到 去年台湾的自杀率创新高 我说自杀死亡人数创新高 这种的数字 好像对台湾都不重要一样 你要知道去年 民进党都宣称 蔡英文执政八年的最后一年 满意度是很高的 所以赖清德好像连任了也理所当然 可是去年的两个数字 第一个告诉你 自杀死亡人数创新高 而且不是老年人 是青壮世代 从十几岁到五十几岁 每个年龄段的自杀人数都创新高 去年我们的财富分配 是历史以来最糟糕的 财富的分配 贫富的差距都是最糟糕的 这些都看不到吗 然后每天关心的 只是帮助现在 已经一党独大的民进党 民进党现在是在一个民主独裁的状态 民主独裁就跟了自民党一样 你终究会面临到 几乎没有任何的政治力量 可以去平衡民进党 民进党除了掌控总统权 跟五院当中的四院之外 它里面的派系 已经取代了其他的政党 其他的政党都已经弱得不得了 在这种的情况下面 你作为一个稍微有理智一点的 台湾的民众 你应该站在什么位置去思考这样的问题 最后刚刚讲到 因为虽然不是今天的重点 可是看到连胜文在讲说 我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我不晓得大家在凑他什么 他是中国国民党 他是中国国民党的副主席 他不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他党名都给改了 台湾最莫名其妙的就是 台湾有500多个以中国为名的机构 这些机构都在许多领域里面是最大的 不要说中国时报 中国电视公司 中国信托 中国人寿 中国钢铁 连我们的邮政的系统 我们的邮政系统 虽然叫做中华邮政 而且英文用拼音 他不敢用中华邮政 如果你用英文翻译 中国在英文翻译起来 中国跟中华是一样的 你知道大部分的系统都是用中国 但是你把中国当作是一种的羞羞耻 我说了中国只是一个民族概念 但是你一定要把中国当作是一个国家概念 一个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谁告诉你的 一个中国那只是一个民族概念而已 我们是同一个民族 在这个民族下面 大家去对话 去交往 去把彼此之间的旗舰一统 能够好好的处理 这不好吗 一定要搞到就是 最后大家好像血气之勇 然后要冒着兵戎相见的风险 台湾现在正走在这条路上面 我觉得这是所有在面对到 今天立法院的这些争端的时候 大家不要搞假议题 不要故意在立法院的问题上面 大做文章 那个问题是一个合理的安排 类似民进党的某些政治人物 像吴思瑶 因为我是他的选区 我说了今天不管你在民进党里面 将来的机会如何 讲这种的话不可耻吗 你可以因为今天当你是执政 你要推翻 不希望立法院来监督你 你把过去你们曾经高举的标准 跟政策跟你的主张 在当时也是用打破头的方式 觉得你一定要过 但是今天也用打破头的方式 一定不让他过 今天过或者是不过 拳头的方向不一样 但是出拳头的都是你 以台湾现在的制度 如果行政院没有立法院的支持 什么事大概都做不了了 预算 法律 甚至行政命令 人事倒还好一点 现在需要立法院统一的人事 大概都不是直接的 这个行政的一个权力运作了 但是行政院事实上 以现况没有立法院的支持 是动不了的 我要让大家知道这个情况 现在立法院 他不是多数 所以他就要斗筹立法院 就很明显是这样的策略 这是你这样想 我的意思就是说 立法院事实上这一次的第一炮 就是说我要更多的权力 我要告诉大家另外一个事情 就是说所有立法院跟行政院互动的 这个结构权力的设计 都是要在宪法层次做设计的 都不是你立法院自己做了算 宪法上面的立法精神到底同不同意 你去做这一次的所谓的权力的改变 不要说扩权不扩权 这个权力当然是有一点增加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的另外一个重点 就是说所有立法院跟行政院如何互动的 这个结构的母法就是宪法 你不可以抵触宪法 你如果说你现在要把监察院的权力拿过来 要把该应该是司法院检察官的权力 要有一部分拿过来 也必须要修改宪法 这个是任何一个民主宪政国家的ABC 但这一次为什么会这样子 就是说我不管了 我国会我就不管了 这个就涉及到很多的选后情绪 这种选后情绪在国会爆发以后 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有没有解无解 复议之后就是视线 然后国家就进入 国家运作就进入停顿状态 就是停顿状态 所有的质询 行政院在那边的背询 院长的背询 全部都是在做情绪发泄 没有任何一件事情 是大家所期待的 就是解决现在台湾面对的问题 你看吵这么久立法院有在谈中国 如何台湾跟中国应对吗 有吗 就都没有在谈政策 就吵这个就好 讨论这么久 现在国际上的经济大战 台湾的角色应该如何扮演 有吗 台湾现在进入贫富悬殊的状态 国家有没有办法 去做一定的处理 有吗 没有 所以说你是要问执政党 还是要问在野党 我刚讲得很清楚 这个是两院的一个 陷入这种所谓的僵局 那怎么办 怎么办 这个不是靠罢免可以解决的 我要告诉 我要透过今天的这个节目 告诉所有想要发动 对谁罢免的人 包括王定宇在内 这个不是 目前的这个僵局 不是靠罢免谁可以解决的 你知道罢免要什么时候才能够进行吗 满一年 而且要有一定的程序 那大概也要搞个一年半两年 你国家可以放任两年 那个跟监察院停摆不一样 那是全部国家的国政运作停摆 没有错 你生活还是一样的 可以继续喝咖啡 还可以继续去吃麦当劳 没有错 但是国家重要的这个建设 国家重要的政策 完全无法动 怎么可以容忍这个事情 怎么可以容忍这个事情 所以我觉得是不是应该大家放下来 然后大家好好来谈一下 权力结构应该怎么设计 也不是吴思瑶说的什么 以前我们搞的都是违宪 我跟你讲 连林家隆的体验都不是民进党 正式通过的官方版本 黄国昌也不需要在那边 往自己的脸上贴金什么 那个就是我写的 那个都是个别委员去委托的东西 你知道吗 我委托多少个东西 最后在民进党的任内被认为 我就是在搞全坑法案 全国有多少公共设施保留地 没有征收的 那是被宪法认定为违宪 我说要去好好解决这个问题 林全干财政部长的时候说 这个是一个全国第一个大选择 我可不可以补充一句话 我的意思就是说 不是靠那个方式 不是 刚刚委员说 一切都要回归到 大家坐下来 我的意思是大家坐下来 现在民进党一直在讲的是说 怎么可以去传话 社会人士到立法院来听证 我告诉你 宪法第67条就是说可以 立法院可以得涉各种委员会 各种委员会得邀请政府人员 及社会上有关系人员到会被选择 憑什么立法委员可以 憑法第67条 你自己去谈 你刚刚不讲宪法吗 不是凭什么 他不会所有人都邀来 我跟你讲 凭什么立法委员可以去调查 你告诉我哪一个法律 宪法上有给立法委员调查选择 所以没有说不行了通通可以 怎么可以这样子讲 这是法律的精神啊 刚刚军委委员提到的 就是有关调查权的问题 我们可以讨论一下 就是说从个逻辑上面来看 就是立法院 如果让自己拥有 某种的听证调查权 依据宪法 它并不意味着监察院 就没有了他现在的调查权 对不对 就是监察院现在的调查权 跟立法院有自己的调查权 就是两个机构都有调查权 但是调查的方向不一样 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 在制度的创设上面 逻辑上面 没有说以一个概念为名的权利 就专属于某一个机构 没有没有那样子的机构 所以今天的监察院的调查权 监察院今天的权利监察权 是特别针对公务员 包括之后要送到考试院 惩战委员会的也都是公务员 但是非公务员的部分 这么多的事情 广义的那些的调查 其实监察院是管不到 监察院因为他不是民权产生 他连叫老百姓过来 我告诉你他的公信力都是不够的 所以我觉得我同意了就是说 在法律当中没有禁止的部分 他就存在模糊的空间 不是一定要有 但是有的话是不是就违宪 是不是今天立法院 在现有的框架当中 他有了一个听证调查权 就表示违宪 那是在基本的逻辑上面的 互斥概念的问题 我没有剥夺监察院的调查权 监察院你还是可以去调查你的 这有什么问题呢 第二个就是说 当我们在谈到就是说 政府部门之间的一些的 汉阁不入情况的时候 从1976年之后 美国的国会 因为政党之间的意见上面的对立 而导致它的预算法案 没有办法如期通过 美国的政府关门到今天为止 美国政府曾经关门22次 关门22次最后是怎么解决 是大家动员群众打吗 动员群众叫吗 每天上节目里面 去怂恿自己的同志 去胡言乱语吗 不是啊 你行政部门就拿出你的政治态度来 因为资源在你行政部门的手上 法案的通过呢 在我立法国会的部门的手上 当我的国会部门讲不定 几个党搞不定的时候呢 你行政部门的政府关门了 瘫痪了 那就看看第一个 谁能够撑得久 通常都会撑个十天半个月 到老百姓大家受不了出来叫的时候呢 白宫行政部门就必须要出来 拿出一个新态度 然后呢丢给国会部门 那你们去几个党呢 再好好谈一谈 看能不能够提出一个 折中妥协的方案 政治不就是妥协的艺术吗 政治是这种动员群 群众的暴力的艺术吗 不是啊 政治是把群众呢先放一边 有呢有政治智慧的政治人物进行对话 不是吗 可是今天为什么我们的政治会走到 大家都在呢街头呢比腕力 都在呢大家呢在闹囊 看看呢谁能够叫的人比较多 人叫多了好像就很爽 请问说你的空间在哪里 我说了美国的美国的国会部门 1976年之后到现在为止 不到50年的时间关门22次 平均每两年就关一次 他是怎么解决的 是行政部门的态度拿出来解决的 那今天你的行政部门的态度呢 到底在哪里 今天呢 赖金德要成立那三个委员会 我不知道我以前 以前我们在念大学的时候 我们念中国宪法 那时候教我的是胡佛 中央研究院院士 当总统因为民权产生 而在整个权力的运作的过程当中 不知不觉的基于政治现实 有关于内政外 就是外交国防跟安全事务 他自然而然的就会变成是总统的特权 因为国安会在你的手里面 可是剩下的权力是什么 剩下的权力所有的部会 这么几十个部会加起来 其实就三大类的权力 一个是跟经济有关的 一个是跟社府有关的 一个是跟文教有关的 你把这三个看一看之后 昨天如果赖金德那三个委员会 开完了之后 这三个权力全部都变成总统的 基本上面行政院长 就没有任何独特的权力了 其实行政院不用什么什么需要 行政院可以废了 行政院长比秘书长 更不如 左荣泰有没有注意到 撇开外交 国防 两岸之外 你剩下的权力 就在那三个委员会里面 如果这个总统可以这样做 以后的总统都会照做 行政院长就不存在了 你连到立法院 背询都没有人瞄你 因为没有什么事情 是你能决定的 这个应该是设计的停电 就是说他预告停电 但又可以取消 因为我们有在台电的群组 依下全部预告所有的区域 北区哪里哪里停电 然后又突然取消 又停电 到底要老百姓怎么办 他就是有压力 他没有考虑那么清楚 你叫台电的员工去想到说 做面的 外送的 他没有那个能力好不好 没有那个能力 所以基本上最好不要轮流停电 所以政府你要去体恤老百姓 你要知道老百姓的需要 今天谈的是那种意外断电 像什么高压电脱落 什么被外物侵入 电线的阿什等等这种事情 也已经都被清楚掌握 到底现在台湾的情况是怎么样 就是我们的电网老旧 电网老旧就要更新了 更新就要钱 就没有钱 所以我觉得台湾现在 整个能源的走向就是 副向的一个循环一直下去 这个如果不解决 我跟你讲 未来跳电的事情 会越来越多 因为老旧势必就会不断的跳电 美国总统 都比台湾总统权力来得大 但是也是 他叫总统制 现在行政院的复一案里面说 我们叫做双手掌制 我知道 所以总统 我们台湾的总统 跟美国总统不一样 那台湾的总统 台湾的总统 也不应该把他当成行政院长 把他抓到立法院被选 那他就不要做行政院长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我们 我还是那句话 就是说大家不要直往国会 我觉得应该先问清楚赖清德 他到底想要多少权力 总统跟立法院 跟行政院如何分工 是 我们下方的发言